大家平安 欢迎来到每日亮光 一起思想上帝的话 在今天的新闻当中 耶稣这样说 不要以为我是带和平到世上来的 我并没有带来和平 而是带来刀剑 我来 是要使儿子反对他的父亲 女儿反对他的母亲 媳妇反对他的婆婆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那爱父母胜过爱我的 不配跟从我 那爱子女胜过爱我的 不配跟从我 那不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着我脚步走 也不配跟从我 那想要保存自己生命的 反而要丧失生命 那为着我失去生命的 反而得到生命 有很多信徒会提到 这段经文所带来的困扰 有些人会认为 没有办法理解为何 一个讲爱 也实践爱的基督信仰 为何会出现这段教训 耶稣说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 祂来到世上 会使跟随祂的人 的人际关系 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纯正的信仰 必会带来争战 这一点是每一个打算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必须要明白的 信仰必会带来争战 因为信仰为人带来新的 和世界不同的价值观 就如保罗先生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当中 所说的 不要被这世界同化 要让上帝改造你们 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 好明察什么是祂的旨意 知道什么是良善 完全 可蒙悦纳的 当信仰跟世俗的观念 冲突的时候 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当然义无反顾的 要选择坚持信仰 当然我们要明白 信仰的实践与家庭的和谐 如果两者能够兼得 那是最好不过了 但是如果迫不得已 两者必须冲突 必须要做抉择的话 那必须要选择信仰 或者不能称作耶稣的门徒 我们可以祈求这种可怕的抉择 不要临到我们 但是一旦面对 就应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 去妥善处理这种挑战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减少这种冲突最好的方法 就是全家都能够明白 并且顺服耶稣的真理 我们应当在冲突尚未产生之前 让全家都能够认识真理 愿上帝保守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